瞎大哨 听说了吗 那个刘建业死了 是吗 他私有余辜 不知道是哪位大侠在替天行道 刘建业昨天晚上在城外被贼人一刀砍死 他的管家下落不明 车上的金银丝软都不见了 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赵亭长几个意思 那个恶哨三番五次和你作对 有此下场也是私有余辜 可你手下收留了不少黑虎山的人 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大家都知道你和刘家有仇 这件事恐怕不好处理啊 难道是郭仓三兄弟做的 要是那样可就麻烦了 我的人绝不会乱来 赵亭长直说吧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瞎少神通广大 没有你百不平的事 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刘家在省城也是有关系的 刘建业他二叔是九山郡最大的言商 瞎少不可不防啊 各方面关系一定要疏通好才行 多谢赵亭长告诉我这些 我会注意防范的 等水晶堂做好了 送你几斤尝尝 以后补鱼队的利润有你一成 这是赵亭长的干股 我们君子协定 瞎少太客气了 这我怎么敢当了 瞎少放心 以后谁要是敢动咱们的生意 我带人直接灭了他 老哥以后就跟你混饭吃了 赵亭长客气了 有钱大家赚吗 以后还要你多照顾呢 在咱们的一亩三分地 没有老哥摆不平的事 你就放心吧 你这里忙得热火朝天 我就不打扰了 我就先告辞了 瞎少多保重 赵亭长走好 这个年代的地方 小力就是一方恶霸 想在这里做点什么 还真离不开他 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 真不由己吧 这小子真够大方的 捕鱼对异成的利润每天少说也有十几两银子 小小年纪就这么会做人 以后前途不肯限量啊 他这次要是能彻底把刘家打趴下 以后还是要和他搞好关系 我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 刘建业的事是不是你们兄弟做的 瞎少 别问了 这件事和你无关 我们是要一起做大事的 犯不着为了刘建业这样的小人 毁了自己 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要让我知道 知道了 瞎少 你去汉山书那里领五百两银子 回家把母亲妻儿安顿好 然后安心在捕鱼队好好干活 剩下的事我会处理的 记住 你们一直在捕鱼队干活 从来没有回过家 我记住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会乱来了 这几天四海他们要加班熬制白糖 娘子要辛苦一点 带着村里的妇女给他们做饭 放心吧 顾君 这点活一点也不辛苦 我会每顿饭给他们送去的 娘子 你真好 有你在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顾君 你就忙你的事情吧 家里我会照顾好的 妹妹妹夫都在啊 你这里可真不好找 哥哥嫂嫂 怎么来了 你们这些年还是第一次上我家来啊 前几天你哥哥就说要来看你们 没想到你们竟然在这样的地方 这过得也太苦了吧 一点也不苦 这里青山绿水的多好啊 顾君对我也特别好 你们去屋里说话吧 我和妹夫有点事情要说 嫂子 我们去屋里说话 我给你看看在县城买的新衣服 留家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真没想到他们竟然买凶害你 以前都是我糊涂啊 刘建业现在得到了报应 我们两家以后要好好相处啊 哥哥说哪里话 以前我也做了很多错事 这些都过去了 三年一次的月龙台诗会马上就要举行了 到时候全天下的青年才俊 豪文士族都会去参加的 妹夫何不去一事 如若能取得名次就能名扬天下 就算没有成绩 能结识那些权贵富商家的公子少爷 对你以后的仕途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现在对那些名利官场没有兴趣做一个富甲天下的商人 带着诗涵云游四方不好吗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妹夫还是慎重考虑一下的好 那些参加诗会的人是不是都是家里特别有钱 那当然了 能参加月龙台诗会的人 哪个家里不是有权有势 一般人根本没资格参加 我也是通过关系才搞到了两张情节 豪门士族权贵富商 这可都是超级有钱人啊 赚他们的钱才有意思 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 既然哥哥已经计划好了 那我也不能烂你 扶不上墙 这次月龙台诗会我参加 我就知道妹夫志向远大 绝非持终之武 这次去了定能大展身手 吴君 哥哥几年来第一次登我们家的门 他终于认可你了 我好开心呢 娘子你看着吧 以后我会做得更好 让你走到哪里都受人尊重 只要能和夫君永远在一起 我就很满足了 要是和哥哥一家能和睦相处 诗涵什么都愿意做 今天哥哥和你都说什么了 你哥哥给我送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次我要弄点心满意儿 把那些扩少公子的钱都赚回来 想想就觉得过瘾了 不管夫君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你忙你的事业 我就在咱们这个小家里等着你 月龙坛诗会 本少爷一定会让你们大开眼界的